277 新華社經濟資訊社 紫光集團以具資收購美光科技業內人士稱當地審批難度大 2015年7月15日附加新華社訊息北京7月15日電 記者附加7月14日市場有消息傳出紫光集團以斥具資收購美國存儲巨頭美光科技 價格可能達到230億美元,若該金額成立 這張刷新中國跨國並購交易金額的記錄 有業內人士對中國證券部記者表示 這一消息基本屬實,存儲技術一直是中國半導體領域的短板 若此次收購成功,意義更大 不過,美光科技在美國的業內地位十分重要 預計當地審批難度將非常大,交易能否完成全有疑問 紫光收購再製大手不止光系前期在芯片領域的一連串 眼花遼亂的動作已經遠遠超過市場預期 從收購展信和睿的科,到引入英特爾作為紫光集團的股東 到今年參與增發入股 GCL集團,再度近期收購華三的股權 個個都是芯片領域的重量級並購 通過資本運作,紫光已經一躍成為國內集成電腦領域的龍頭企業 7月14日市場再次有消息傳出,紫光集團已以230億美元 約1428億人民幣的總價向位於美國的內全生產商 美光科技Micron發出收購要約 截至目前,紫光集團和美光科技都沒有對此發出評論 但業內多個消息員向中國證券部記者證實,這一事情本身屬實 如果這一收購成行,這將紫光集團在半導體領域的再次大動作 且以130億美元的價格將刷新中國跨境並購的交易金額紀錄 深謀研究手席分析師古文君對中國證券部記者表示 傳儲技術一直是中國半導體領域的短板 業內關於要不要發展傳儲器也有爭論 如果能夠完成對美光科技的併購 對促進中國傳儲器領域的發展是不言而語的 美光科技本財年第三季度利潤就降39% 業內人士分析 部分原因是全球市場放緩 還有就是美光科技近幾年在業務上落後於競爭對手如韓國三星等 本次投資可以看作是紫光的抄底行為 美光科技作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傳儲及影像產品製造商之一 也是美國石果僅存的動態隨機傳儲器Dram製造商 故文君認為正是有這個客觀原因存在 預計當地的審批難度將非常大 交易成功與否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美光科技擁有的都是傳儲器領域的核心技術 核心技術是很難單純靠花錢買到的 中國要做好自己發展的準備 半導體產業整合升級有消息人士透露 紫光此次收購 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和華深投資都將參與出資 今年2月14日 紫光集團與國家開發銀行 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和華深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在北京共同舉辦了戰略合作協議簽設儀式 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向紫光集團的 集成電路板塊投資總計100億元人民幣 同時 國家開發銀行與紫光集團達成總額為200億元人民幣的 融資貸款合作 這是我國集成電路設計產業額今為止最大的一次產融結合 此起收購反映出中國在半導體產業領域的并購熱情再持續升溫 此前 5月28日 荷蘭恩智浦半導體 NXP Semiconductor宣布將旗下的石貧工略事業部 RF Power 受於北京建廣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收價18億美元 恩智浦是位列全球前10位的半導體企業 在大工略石貧工略放大 大器High Power RFPA領域全球市場排名第二元 RFPA領域 你卻非常棒